我们开出的薪资是8万到10万起薪 没有经验也没关系 有人就好人 结果找不到 根本找不到 没听错 起薪8万到10万 无经验可 只要有药师执照 就可立即上工 但半年来就是聘不到人 你怎么会有这种打算 因为根本就争不到药师 现在到处都缺药师 药师林世锋语气充满无奈 在苗栗县经营两家社区型药局 半年内三名药师离职 找不到新药师加入 逼不得已收掉一家分店 除了药师补不起 健保制度也成药局经营的最大挑战 物价全部都散展了 结果健保点数越给越少 对我们这种社区药局 做储盘器为助的相当的不友善 不止这家药局有苦难言 同样经营社区药局的阳性药师 也大吐苦水 我们都已经开到行情了 发人问题 非要困难 常常是我们有钱也买不到 更糟糕的是 我要花比健保 给付更多的价格去买 药师药 冲击社区型药局营运 连带恐影响民众 领取储房签等服务 更透露出基层医疗困境 民意新闻秋俊超 苗栗报导